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历代之上第21章 历代之上第21章总共有31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大卫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 神降下刑罚 大卫为以色列人代求 在之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内容中 《桑莫尔记下》第24章 可以看到跟今天的内容有平行的记载 我们把这一章分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六节 大卫数点百姓的人数 第二段是七到十七节 神借先知迦德向大卫宣告神的刑罚 以色列人遭瘟疫击杀七万人 第三段是18节到第31节 大卫买下了阿尔南的河场 阿尔南也就是桑莫尔记下24章 所提到的亚劳拿 大卫筑坛向神献祭 我们为本章所选的要节 是第16节17节 圣经这样说 大卫举目 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伸在耶路撒冷以上 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 面浮余地 大卫祷告神说 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 我犯了罪 行了恶 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不要攻击你的民 降瘟疫于他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历代之子作者不像桑莫尔记那样 记载了大卫犯罪以后 宫廷内发生的许多丑恶和悲惨的事 我们看见 在以上一章内容中提到 大卫的勇士们征服了非力士人的巨人之后 经文的描述就一下子阅到 大卫的晚年数点人数的事 大卫在晚年数点人数的事 是发生在压沙龙叛变之后 国家的政局已经稳定 人民也安居乐意 如果将历代之的作者 对大卫的描写总的看一下的话 本章提到大卫数点人数 是本书中提到大卫过犯的唯一一处 大家在和桑莫尔记下第24章比较的时候 注意有几个不同点 其一就是第一节提到的 历代之的作者提到 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激动大卫数点人数 而在撒末尔记中 却是提到是耶和华神 另外就是数点的人数上也有差距 本章提到当数点之后 以色列人拿刀的总数为110万人 犹大人拿刀的为47万人 但是撒末尔记下第24章记载的 分别是以色列人80万 和犹大人的50万 另外再有的细节 也包括 神让降给以色列人的瘟疫 是停止于一处河场 撒末尔记下24章讲到 河场的主人叫亚劳拿 大卫后来向他购买河场 所付的银子是50色克勒 但是本章提到的 河场主人的名字是阿尔南 金额巨大 乃是600色克勒金子 所以在读经的时候注意这些细节 其实讲法虽然不同 有些个别的奥秘 我们现在也不能完全解释 但总的来讲 有的看起来矛盾性的记载 其实是可以协调的 等一下我们就会做点解释 总的来讲 大家要注意 在撒末尔记下24章 作者由于是一位先知 他就把写书的重点 信息的重点放在神的公义 怒气 以及严厉的刑罚方面 但是在本章中 作者强调的却是神的施恩 怜悯 以及在神愤怒止息之后 大卫购买土地的事 因为购买了河场 大卫就会在其上筑谈献祭 紧接着到第22章的第一节 大卫就吩咐人 准备要建圣殿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历代制作者的思路 是要由这个故事当中 引出一个目的 那就是大卫的过犯 引来神的怒气 而神的施恩怜悯 就使得大卫购买河场的事发生 而河场的购置是为了筑谈 筑谈的下一步 就是要为耶和华神 建造荣耀的殿 所以我们就注意到 作者心里的取向 一直要将以色列人的经验 带到积极和荣耀的方向 和方面上去 所以在历代制作者 记载的每件事 都可以清楚地看见 他的属灵意图 所以祭司性的负担 只有祭司才有的心态 在这里处处可见 由于Summer记下 第24章的内容 我们已经讲过 所以也同样地建议大家 若是回头再去听一下 也会更加容易加深 我们的记忆 以及对经文的认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六节 大卫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 我们从前在讲 《桑莫尔记下》 第24章的时候 提到过 大卫数点人数的原因 并不完全清晰 但是从后来神降灾 攻击以色列人 以及大卫自己也承认罪行 求神施恩给百姓的事上看到 当时责任的方面 应该是两方 既有百姓方面的 也有大卫方面的 百姓方面的 我们猜想 很可能是在 亚撒龙叛变被平定以后的年间 由于大卫的统治 深得人心 于是以色列国富民强 但渐渐的 老百姓就因着安逸 心理 生命当中 开始远离神 这应该就是 撒木尔基24章里面所讲 耶和华神 向以色列人发怒的原因 因为远离神 在旧约圣经 甚至包括新约圣经 向来都是神 不喜悦他的儿女和子民 所呈现出来的 生命的表现 而大卫方面的罪行 应该与 他要抽取百姓的人头税有关 因为按照古代各个国家历史的经验 每一次对人口的普查 其实不仅仅是 国王和政府要了解 国家有多少人口 随着普查人口而来的 一定是人头税的抽取和增加 这就会大大的丰富 国库的需要 国库当中有钱了 君王就可以过着更加奢华 和享受的生活 撒末尔记和历代志的作者 说法不同的是 一个提到的是 耶和华神激动大位 苏联人数 另外一个提到的是 撒旦激动大位 其实这在神学上 是很容易协调的 因为恶肯定是来自于撒旦 所以撒末尔记是在强调 伟大上帝的主权 而历代志的作者 是在告诉我们 恶的根本源头是谁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能够控制 撒旦的行动 甚至最终还会利用他 达成他的旨意 我们若是读约伯记 就可以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还有就是 《猎王纪上》 22章的19到23节 第一段里 最引发人困扰的是 数点人数 撒末尔记和历代志的作者 在提到数点的人数时 差距非常大 怎么协调这一人数呢 我们看到最好的解释是这样的 当本章中提到 以色列人拿刀的人数是110万 由大人拿刀的是47万 而撒末尔记当中提到的分别是80万和50万 我们现在的看法是 撒末尔记当中所记载的 以色列人的80万中 应该是110万当中的正规部队 另外有30万 没有被算在内的是非正规军 或者是后补的军人 历代志的作者 将他们算在一起 得出的总数是110万 然而与这种做法相反的是 当提到尤大人拿刀的是47万 那么其中 比撒末尔记少了3万的人跑哪去了呢 我们相信那3万人 就是尤大的后备军 历代志的作者 没有把他们算在内 而撒末尔记的作者 偏偏是记载了 尤大的正规部队 和后备军的数目的总和 希望大家听完讲解之后 能够明白 上面所说的是什么意思